海軍陸戰隊99旅在蟹彈檢查的時候 竟然發現缺少了兩件T91步槍 而海軍陸戰隊指揮部表示 在單位切而不適的追查之下 已經在營區內找到了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說 本部全力配合司法調查 並且會虛心檢討杜絕類情再發生 而針對此事國防部長邱國正 接受質詢的時候怒回 專案處理後會辦很多人 掉腦袋沒有話講 目前已經普遍要求各軍種點槍 同時也會儘快提出完整的懲處報告 接下來我們將焦點給拉回台灣 2024的總統大選在即 外界非常關注各選區的佈局 而無黨籍立委林昌佐則發表聲明 他表示自己不會競選2024的連任 他表示兩年多前發現家庭成員 有人罹患了罕見疾病 那後來發現他的恢復並不如期待 經過幾經思考之後 在此宣布不競選2024的連任 用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 在這個禮拜開始有一些 是不是林昌佐居然好像有可能 沒有要選連任的這個消息出來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抱歉 在前幾天我沒有辦法 真的去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個禮拜一 才臨時發生的 那也是家人的健康因素 那這其實是已經兩年多前就有發現 有這個罕見疾病啦 那但是定期的最終是這個禮拜一 那對我們家人來講 這也不是一個 讓出期待的一個最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最後在這個禮拜反覆的思考 那也很感謝選務的高層 黨政的高層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非常的希望說 是不是還有轉圜的機會 那但是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決定啦 我還是必須選擇希望可以放慢角度 那有機會有時間可以多陪家人 其實家人是覺得我已經耕耘了那麼久 他們其實反而都希望我在考慮 那他們也會覺得很可惜 有一些家人甚至於都已經開始在拉票了 所以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辦法全新全域的選舉的話 這就是對不起大家啦 林長佐指出七年多來 有幸能夠與議員 理想以及在地的相親 合力為中正萬華 打造更友善移居的生活環境 在立法院裡面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一起並肩推動許多重大的進步改革 林長佐表示 這幾天和黨政以及選務高層前輩說明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反覆勸說他再做考慮 各位的鄉挺他真的很感謝 即將離開這個崗位自己也很不捨 林長佐指出還有將近一年的任期 我仍然會在立委崗位上兢兢業業 團隊的服務也絕對不打折 而2024除了有立委選舉之外呢 也有眾所矚目的總統大選 那國民黨中央選戰策略會 他們的報名單裡面就納入了 曾經涉入這個炒股案的立委傅崑奇等人 這個呢 舉動也讓新北市長侯友宜就直接在臉書上表達反對 說他拒絕黑金復辟 而傅崑奇昨天是喊話侯友宜說 我們一起來承擔國民黨 而傅崑奇他今天在受訪的時候更是直接講了 他說你喉友宜你是身為2024國民黨最強母雞耶 你乾脆公開宣布參選2024總統好了 那如果呢你覺得選策會不盡理想的話 請你來接受請你來接管我樂見其成 國民黨需要一個2024最強的母雞 需要一位共主 本人在這裡層次的呼籲 最強母雞侯友宜請你公開站出來宣布參選總統 讓你一起帶領台灣73個單一選區的國民黨立委 能夠打贏2024的總統選戰 也能夠贏得過半立委的席次 我們這些幕僚單位會全力的來協助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有任何有任何侯市長需要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會全力以赴 選策會如果不盡理想也請侯市長來接收 接管選策會 我們都樂觀其成 我所謂的證券交易法 不管是國民黨版還是民進黨版的黨章 所有的排黑對象都沒有證交法 第二個這跟本人的職務無關 第三個我自幼就辦公辦讀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在證券商擔任助理音樂員 這是我從讀書時候就一路的投資 我從來沒有違約交割 從來沒有內線交易 但是卻被以意圖思想犯來定罪 從政必然有傷痕 我概括承受 對於傅崑崎開嗆侯友宜 我們在YouTube聊天室呢 我們也開了一個投票 來問問看大家對於整起事件的看法 你認為呢你是贊成這個傅崑崎的說法 就讓侯友宜來管呢 還是呢選項二是 你覺得傅崑崎應該要請辭這個選策會 還是有選項三 你覺得是朱立倫沒有做好 或者是選項四 你覺得國民黨你們怎麼還沒選 就自亂正角了呢 歡迎大家來投票或者是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好那麼面對侯友宜的反對 傅崑崎則是對他喊話說 要他一起來承擔接 而且並向他覺得說 如果名單不妥的話 請你來接管選策會做操盤 而對此呢侯友宜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所有的事情 該說的事情他會做 該說的話他也都會說 面對所有的事情 該說的話都會說 該做的事情都會做 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 他另外還希望說 您可以趕快來接管這個選策會 來做操盤 因為如果要當母親的話 認為說立委選舉也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大家 得不一樣的意見 會不會很重 市長說拒絕黑金負弊 你主要要為黨做什麼事情 承擔什麼事情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角色 市長說拒絕黑金負弊的話 到底誰是黑金 後分期是黑金嗎 面對黑金的議題 我相信這不是價值 尤其身為從警政出身的 不忘初心 面對黑金 我們一定要不但嚴峻智傑 也要很清楚我們的目標的方向 這才符合人民的期待 面對爭議身為事件中心的 另外一位人物李全教 則是表達了請辭的意願 對於李全教請辭一事 黨務人員遺憾地表示 李全教已經表達了辭議 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 就只好從善如流地來處理 應該會接受他的辭職 而黨務人員也強調 李全教的司法問題 其實早已告一段落 當初之所以聘任 就是想借重他在地方的影響力 而且他在台南常年與賴清德纏鬥 清楚賴清德過去的執政弊端 專門對付賴清德 只可惜現在黨內氛圍不佳 讓他持續成為黨內外的劍拔 恐怕會成為選戰的破口 而面對這個黑金議題 侯友宜今天受訪的時候 就證實了說他昨天 有跟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通電話 他也說他們兩個都有一致性的想法 那就是面對黑金絕對不可復聘 昨天我確實有跟志祺共同電話 那志祺跟我共同電話 有些資料也是 所以昨天接到我的電話 一大障礙面對黑金的問題 我們作為意見很普通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一致性的想法 面對黑金絕對不可能不容易 所以有共同的想法 那主席也做了很多的智慧上的能力 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 我們面對黑金 我們都會共同攜手之作 市長所以到底誰是黑金 你是不敢捲名嗎 到底誰是黑金 他是不是沒有採納您的意見 因為這選擇的名單 還是一樣的變動 主席一定有付費能力被處理 國民黨的選策會成員 引發了非常多的爭議 不過小藍營議員急得跳腳 而對此呢 國民黨台南市前議員謝龍介 他在16日的時候上節目 被告知入選國民黨的選策會 讓他瞬間沉默了12秒 最後才坦言這些名單 已經傷到了未來的候選人 謝龍介在節目中話說了一半 被節目主持人突然補充到最新消息表示 國民黨將增補謝龍介蘇清泉 進入國民黨的選策會 而對此謝龍介瞬間沉默12秒 良度開口但都說不出話來 最後謝龍介才開口表示 他上週跟國民黨秘書長 討論台南的選情名單等等 認為有沒有進入選策會並不重要 但現在的名單出來引發爭議討論 已經傷到了未來的候選人 面對國民黨將增補蘇清泉 謝龍介一事 蘇清泉已經答應了一不容辭 而漆龍介則是已經婉拒 聽說明信公司